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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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你可以說它也在拍攝 由這個宇宙大爆炸殘留下來的物質最後是怎樣走位的 而這些當然很多時候就已經是 這些東西自動走位到那個地步面目全非的了 因為很多局部的東西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星 自己的銀河 但是我們就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你如果看的範圍足夠大的時候 都還有一些由它先前和光仍然有一手 仍然黏得很近的時候留下來的一些痕跡 可以讓我們看到呢 這個東西有個名字的 我們就叫做 Baryonic Acoustic Oscillation 就是這個字 其實你可以理解就是 當它這樣的氫和氪還未形成到第一代的星系的時候 這些完全平鋪在宇宙裡面的物質 它們上面就好像一個海洋一樣可以掀起很多的波浪 這些很早期連星系都沒有形成的時候 透過這些物質去傳遞這些物質的機械波浪 究竟能不能夠殘留下來呢? 這種物質機械波浪 其實我們也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物質 在經歷了這個宇宙大爆炸之後殘留下來的證據之一 現在這個Dexy它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它有足夠的靈敏度可以去探測這個宇宙 很早期這些物質那個起伏的機械波浪 然後是可以怎樣在這個數據上面 在這個圖像上面怎樣反映到下來 由這裡其實也是另外一個方法來幫我去量度宇宙年齡的 因為你很簡單的 你經歷的時間越長 那個波浪其實也是那個波浪之間的浪和浪之間的大小 是會有不同的 你經歷越長的時間它會拉長得多一些的 所以每個浪之間它應該就是那個距離會是大一些的 其實現在就是想透過量度這些東西 又是幫我另外一個資訊來去計算宇宙年齡 好了 我想大家的氣慾就是 那究竟用這個第三種的方法 它量度出來的哈佛常數是多少呢? 原來是跟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那個是非常吻合的 都是67、68左右 就是說現在有三種不同的方法 其中有兩種它是吻合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這兩種就叫做對一點呢? 不要那麼快跳到下來這個結論 那現在大家就很頭痛了 三種不同的方法 獲得兩個不同的結論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些不同的方法背後就有些有多些麻煩假設 有些就少些假設的 譬如用那個變聲的方法 假設是少一些的 所以有人比較傾向相信74的數字 然後用微波背景輻射和剛才說的那種 就是那個BAO 就是那些物質的機械波那種方法 就得出來的數字 它們是67 但是裡面牽涉到的假設是多一些 譬如牽涉到什麼假設呢? 就是說這個宇宙有暗物質 有暗能量 而且這個暗能量是從來不變的 而且這個光的特性是從來不變的 在這裡 為什麼我又這麼樂意這麼出力 在這裡講到這裡呢? 其實剛好來到這些位置呢 就是小弟以前在20年前 就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就碰過一下這些研究 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要這麼堅持假設 這個光速是在整個宇宙時期都是不變 我們現在因為一講到光速就是很硬正的 就是相當亂講的光速是不變 每秒30萬公里就是這麼多的了 就是從以往今天直到永遠都是這個數值的了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變的呢? 其實就是沒有人有證據說一定是不變的 但是當它如果一變的時候 其實就很大件事的 就是整個物理學的基石就需要很多地方要重整 尤其是在這些宇宙論裡面 那另外那些譬如有些其他的常數 那個叫做宇宙常數 正在對應的就是那個暗能量那個項 是不是又要是常數來的呢? 會不會都可以變的呢? 那現在就...其實不要說現在 其實到了小弟以前在20年前做理論的時候 已經很多人在爭論就是這些常數一旦變的時候 會有什麼效果去發生呢? 到了今時今日這一樣 但是因為一路沒有什麼證據 虎無證據去支持這件事 所以大家就是拿來純粹為了發表論而發表而已 沒有什麼實際的東西可以幫我們驗證到 但是終於等到2024年的今天 當今天連這個DES這個這樣的證據 和這個哈佛張力的這個問題 已經變成了一個這麼迫切的時候 就終於有人重新去想 就是說不如我們在這個宇宙論裡面 引入一些新的假設 我們嘗試一下不要再堅持這些光束 那個這麼行常的特性 可能光束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都是不變的 但是如果你長到是宇宙年齡那麼長的時候 它可能變得很慢變了一點點 不需要多幾個百分比 看一下結果會是怎樣的 這些宇宙常數 就是說那個暗能量的這個東西 它會不會都是原來在一個宇宙年齡那麼長的 宇宙年齡那麼長的尺度來講都是可以變的呢? 一旦可以變的時候呢 其中在一篇最近英國那邊的論文 其中一個作者就說了 它就嘗試去問一下就是這些常數變的空間有多少 它就說如果你容許這些常數變的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將這個哈勃張力 這個問題完全是處理了它 你就可以找到一套方法 令到它不再出現有67億或74的這種矛盾 我就可以將它整合了 我們就會說其實67那個 即量出來67的那些這樣的方法 它背後就因為假設了這個暗能量不變 所以如果暗能量不變的話 這個67就不再67 可以調教到它最後度到74 OK 另外又很有趣了 現在這個宇宙河邊呢 除了剛才說哈勃張力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又是在今年那裡特別突顯的 就是當我們運用到這個James Webb 這個天文望遠鏡去度一些更加遙遠 對應更加早的一些星系的時候 我們會預期我們會度到宇宙第一批的星系 宇宙第一批的星系應該就是結構很鬆散 還有裡面含那個輕的元素的成分是極高的 因為宇宙形成的時候沒有重金屬的 這些重金屬是隨著宇宙第一批的星形成了 經過超新星爆發之後就扭很多重金屬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那些重金屬成分比較多的那些星體 就是對應一些比較後期再形成的天體來的 包括我們地球都是地球這麼多重金屬 所以我們就會認為地球上一世應該是由一些超新星爆發 吐出來的物質重新形成才生成我們現在的太陽系 好了 我們看第一代的星系那裡 我們應該就是對應很遙遠的星系 它那個出來的光譜就被紅移得很厲害 它是很遙遠的東西很早的東西 但是我們發覺看這些這麼早紅移程度很高的星系 找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以為我們會找到一些重金屬含量很低的星系 結果不是的 我們會認為找到一些結構很鬆散的東西不是的 我們找到一些結構很成熟的一些超巨大的銀行系 還有裡面的那些金屬成分未必是很低的 所以這裡又有一個問題了 這麼早的東西但是為什麼都這麼成熟的呢 那麼哪裡出了問題呢 有人甚至乎會問 是不是我們整個去評估這個宇宙年齡的方法都出了問題呢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盡量說另外一個的假設了 那麼在那個最新的這個學者發表的論文 他除了就是說這些暗能量可以變 他還講了一個理論的 一個叫做會疲倦的光的理論 他的英文簡直叫做Tie Light 一個這樣的hypothesis 那麼他就說那些光呢 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傳遞呢 他們會自己疲勞的 他們會自己自發地熊移了的 你以為他是因為他的速度移動得很高 所以熊移 其實不是的 他就算那個速度移動得不高呢 是有另外一個你不知道的一個什麼的機制 令自己熊移了 如果你接受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話呢 我們就有能力去解釋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這樣的星體呢 你看到熊移系數這麼高呢 其實未必是因為他真的在很遠很遠的以前形成 他可能是一個比較近 只不過他處身比較遠 但是他是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光傳遞下來 那些光自己去額外熊移了給你 所以你不以為他很早 那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個方法來幫我們去解釋 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那些James Weblin 望遠鏡 看到的東西 不是我們和我們想像這麼吻合的一種的方法 那所以呢 其實現在在這裡是一次過 就是剛剛這個最新 由無論Guardian都好 還是由這個Astrophysical Journal 這個論文期刊找到的 就是這些專家發表的一些研究也好 他是企圖引入兩個額外的假設 來去幫我們解釋一下現在呢 我們其中兩個看到很主要的矛盾 一個就是哈勃張力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看到 由James Webb看到的那些遠古的星系 為什麼看下去比我們想像中成熟的那個問題 那麼在這裡呢 就是我趁著這節講到最後的時候 我評價一下就是 很多時候的報章裡面去報道了就是 哇 我們現在是不是似乎證實到 這個暗能量是要變的 是不是光速是要變的 不要這麼快跳到下來這一步 現在這個學者去做的研究就是 他提出一個想法就是 就是說我們如果不再堅持一些我們以往一些很簡單的假設 我們不要堅持光速是不變的 我們不要堅持這個暗能量是不變的話 我們就會有多兩個這些自由度 來幫我們去調教我們的宇宙模型 那就令到我們呢 調教了之後呢 就更加能夠解釋到我們現在正在看的東西 那麼你覺得這個是好的提議還是不好的提議呢 其實對於一個如果你想盡量的假設越少越好 可以調教的這些這樣的參數越少越好的話呢 你通常就不太喜歡這個人提出的理論了 但是也都會說 你也都找不找到其他方法來幫你合理解釋現在看到的東西呢 所以我就會說經歷了這些這樣的發言 那現在其實就輪到把波又交回了給這些理論研究的學者了 我們可不可以再在理論上去檢討一下 可不可以再提出一個新的版本的理論 它和舊版本未必是不吻合 只不過就是說它引入了再多一個新的假設 或者兩個 來幫我們把這些更加新的觀察結果 就是叫做調和進來 我們過往不是沒有這樣的經驗的 就是台長我想你都很清楚就是 就是講Alan Goof Inflation Inflation這個問題 是不是 在1970年代其實大家 一直爭論了這麼久 其實就是很不舒服的這個假設 都現在今時今日都有人認為 是令人一個很不舒服的假設 但是就是大家已經習慣了 好像就是你不引入這個假設 你不引入這個宇宙 就曾幾何時出現過一個 非常大的暴漲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解釋到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事情 而且我們再經歷多一些的觀察之後 就更加印證到這件事情 會不會現在我們是重複 那個引入Inflation假設的一個關頭呢 我覺得這裏值得給大家去想一下 那補充一點點 Alan Goof 都拿獎的 不過拿不到諾貝爾獎的 因為他的理論是沒有驗證的 但是如果你說這些常數其實是變數來的 那什麽時候變 什麽時候不變 是的 那究竟 還有什麽可以變呢 它是基於一個什麽機制變呢 會不會可以在一個粒子的尺度那裏 可以得到答案呢 或者在我們現存的一些天體物理學觀測那裏 可以給到一個另外一方面的印證呢 那其實就暫時都不知道了 所以這裏也都提到少少就是說 會不會這些東西是可以連結到粒子物理 就是譬如你說 那個叫Inflation大暴漲理論 有人是嘗試用一個量子長論的角度去解釋的 來去解釋為什麽可以有這件事發生的 那這件事往往就碰到我們第五節 就是科學回憶錄的時候 講到這些這樣的長論 為什麽可以是影響力這麽大呢 這次在這裏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神秘的夜第一節 美國的內陸機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麽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樣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麽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麽今天神秘的夜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演我們兩個呢 那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 喔 對 對 那是